美国的国际形象插水,每逢叫美国,后面总是跟着霸权,被认为是真霸道,假民主。 美国明明是全球大佬,为什么会做到个肚子臭了,越撈越煤? 美国以估总统约翰甘乃迪的侄,小罗伯甘乃迪给了个答案。 小罗伯甘乃迪宣布以民主党人的身份,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。 他第一场演讲就直接点出美国的要害,美国花费8万亿美元轰摘桥梁,港口道路和医院的时候,中国就在修建桥梁,港口道路和医院, 将美国打仗成圣,重视破坏多个建设的本性表露无为。 小罗伯甘乃迪说出了地球人的心声,今天焦点主持人周天慧认为。 这个破坏和建设的对比,已经说了给全世界人知道,哪个国家在害全世界,而哪个国家才在帮全世界。 很明显,喜欢打仗女街坊的美国,对世界没什么帮助。 其实小罗伯甘乃迪的言论一点都不新鲜,但对很喜欢靠打仗来转移视线和拿着素的美国来说,绝对是一股清流。 全球大小告诉你,美国的朋友越来越少,相反被美国打压的中国就越来越受欢迎。 很多国家搞去美圆花,抛售美债,非洲就喜欢和中国做朋友多过去美国,就是很现实的例子。 道理其实很简单,但周天慧认为。 美国当权者又怎样会不明白呢? 只是他们不愿意选择分享,而是想独占。 美国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独食难肥,现在就自食其果。 中国努力兴建,美国尽情破坏,彼此也在捱。 但中国捱过美国的打压,就可以与其他国家攜手进步发展。 美国勉强捱住要出尽法宝维持贫磷崩溃的霸权, 包括用割其他国家韭菜的方法残敏之肥。 美国霸权继续这样下去,只会自己玩死自己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出去。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。 按下这个小钟,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